这次出门 72岁的罗沙琳娜 不用旁人牵着 而且立刻找到她要拜访的人 白内匠手术完成几个小时后 就可以逐渐恢复视力 53岁的恩里克摆脱生活的不便 从2020年6月开始 慈济在奥默克的眼科疫诊 已经进行到第四T次的患者 这一次还包括第一位清光眼患者 快乐的心情大家共享 因为疫情 菲律宾禁止了跨区移动 却因缘俱合地成为奥默克 在地医师的疫诊起步 眼疾患者不用再远距奔波 大爱新闻罗伯特阿莫斯 利兹亚菲律宾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